发出话题就跟究底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王李仲彦 国内每天人有上万人确诊 其中有不少都是打满3剂疫苗的人 根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18岁以上打满3剂 却还是发生突破性感染的人数 已经达40万 指挥中心先前也曾经公布 各个疫苗的突破性感染比例 第一名为BNT 每10万人当中 有7.5人遭到突破性感染 第二名莫德纳为6.5人 最少的是高端的2.6人 但专家认为 施打人数的分母不一样 无法判定哪种疫苗效力较好 尤其打疫苗的目的 并非提供100分的保护 而是为了预防重症及死亡 记者黄秀文张盛代 带您深入了解 我妈妈一开始先确诊了 然后她确诊之后 我跟我爸爸就是选择 3加4隔离的状况这样 隔离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在第二天 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 然后她就去做快筛 结果发现她也转阳了这样子 与黄一杰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母 相继确诊 在新冠病毒还四之下 她在3加4的隔离 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快筛都呈现隐性 因为我没有症状 我出关那一天我才做快筛 然后就是隐性 我觉得高端可能保护力 第一个不错之外 第二个也可能是我比较晚才打疫苗 所以可能抗体刚在上升阶段 所以可能抗体的状况 比较好一点 约以为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高端正式 但没想到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的隔天 她终究逃不过病毒 最后还是确诊 其实他们一家人 全都打满了三剂疫苗 妈妈打的全是AZ 爸爸都打莫德纳 黄一杰自己则是三级高端 如今全都遭到新冠病毒入侵 出现突破性感染 目前上市的几种疫苗 对预防感染的保护力 都不是完美的100% 年龄或是使用一些免疫抑制 相关的药物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造成免疫力的下降 那这样子疫苗的保护力 也会跟着降低 专家强调 不论是MRNA疫苗的 莫德纳及BNT 或是次单位蛋白质疫苗的高端 都有突破性感染的可能 今年4月9日 指挥中心也公布 突破性感染的相关数据 统计接种完三剂 14天后却仍然确诊的人数比例 结果发现 第三剂打BNT疫苗的人 发生突破性感染的几率最高 每10万人当中 有7.5人被感染 接着是莫德纳疫苗的6.5人 高端疫苗则为2.6人 比例最低 但专家认为 这个数据无法证明 不同疫苗抑制突破性感染的 效率高低 根据科学的论文来看的话 BNT也好 莫德纳也好 或是高端也好 他们也的确都会产生一些 像T细胞很好的反应力 打高端的人就比较少 所以分母的不平等 可能会造成这个 最后说突破性感染是谁 比例上比较多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误差 那基本上我不认为说是 哪一个疫苗比较出色 而目前国内第三剂疫苗的接种人数 以莫德纳最多超过1000万人施打 其次为BNT疫苗400多万人 接续则是高端的80多万人 从接种人数来看 分母的基底落差太大 无法直接拿来相提并论 次蛋白疫苗最重要 它跟核酸疫苗最大的差别是 次次次蛋白疫苗 要让它产生免疫防御 一定要有左剂 所以那个左剂成分 就是今天高端 会让它有效的最重要原因 而这个左剂跟免疫反应 其实老实讲 并不会说因为这样 就让它可以抑制突破性感染 不会 它只是让它产生免疫反应增强 所以两个免疫反应不一样 所以不能讲说 它抑制免疫反应 不过林口长庚医院 在今年3月 曾发表关于第三剂的研究 招来300多位打过两剂AZ的医护人员 让他们第三剂分别施打不同疫苗 结果发现 第三剂施打莫德纳全剂量的 所产生的中和抗体浓度最高 上升倍数为47.7倍 半剂量莫德纳为39.8倍 BNT疫苗32.2倍 高端则是12.7倍最低 而近来确诊的指挥官陈时中 施打的正好就是两剂AZ加上高端 跟长庚的研究结果相去不远 这个研究的样本数其实都还蛮小的 那再加上这个陈部长 因为他也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打AZ AZ 再加上高端的其中一个病例 所以其实能不能从这么小的这个个案数 就推论所有的这样子接种状况的人 会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不太足够的资讯 能够下这样子的定论 多数专家都认为 目前的数据不足以证实高端疫苗 在突破性感染的预防效果最佳 但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哪个厂牌都具有保护力 长者免疫力低下 慢性病患者等有较高突破性感染风险的人 势必要将三剂给打好打满 包括美国CDC在内的很多研究都发现 如果只打两剂基础剂 对降低住院的保护力 从刚打完的六个月大概是50% 到六个月后 它会降低到只剩下大概38% 那如果追加了第三剂之后 对住院的保护力又可以再提升回来到82% 有一些国家也在提供额外的加强剂 给一些高风险的足取 就是老年人的第四剂 还有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的第五剂 国内疫苗第三剂接种率约七成 不过每天仍有上万人确诊 及超过百人死亡 指挥中心统计 今年1月至5月中旬 打完三剂疫苗的民众 有近40万人确诊 突破性感染率为3.03% 但中重症率却只有百万分之0.98 而且为施打疫苗的确诊者 死亡率是已接种三剂的六倍 有打第三剂者 在染疫后更可降低83%的死亡率 说明疫苗在预防中重症上 还是有很高的效力 70岁 这一群人在这一次Omicron的第一波 受到很大的清晰 因为这一群人 他是属于我们的慢性病 共病最多的 所以其实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到死亡人数 很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 最近我看到追加级有上来 然后抗病乳亚物用的 我认为这 所以我们的死亡还要再等 大约还要再等两周之后 才会下降 专家强调 疫苗并非百毒不侵的精中兆 而且免疫力的高低 跟个人的体质有关 所以除了疫苗打好打满 在饮食作息上 也要养好自己的免疫系统 提高疫苗效果 也帮助身体更有能力 迎战病毒威胁